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磊 你来了 这个呢 是上次你送我礼物的谢礼 谢谢 坐吧 就这样吗 你不打开看看这是什么吗 你不会说两句话啊 问姐 我们约会吧 约会 别这么不正经 我走了 我送你领带 并不表示对你有意思 不要误会 我送你领带 并不表示对你有意思 明珠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过得好吗 我 我当然过得挺好的喽 不过 听说你要被公司解雇了 你一定过得不太好吧 我先上去了 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 将来有什么好的 直到刚才看见他打你巴掌的那个时候 我才发现 其实 他也是挺有魅力的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这十多年来 你一直都要缠着他了 你 much 真的被姐 på了 叶明珠 你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呀 难怪是女侠 江经理的性格可不是好惹的 你要看清楚情况在行动啊 你了解的啊 各位 特别感谢大家这段时间 对我的照顾和帮助 也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工作顺利 后会有机 没事 太多了 她都被解开了 我们会儿也被解开了 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工作吧 先生 您的咖啡 谢谢 请慢用 怎么 在美国的行程很紧吗 怎么看起来这么疲惫 本来要办的事工作就很多 还经常遇到一些无聊的男士骚扰 这是肯定的 您这么优秀 没有人骚扰那才是问题呢 可是我想被骚扰的人 却跟跟木头一样 真是 谁是木头啊 不提了 不提了 我跟你说 你让我打听你父亲的事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怎么样 李云 你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 在当时的建筑业是最受瞩目的 他当时是不是在参与软土沉匠 对高层建筑影响的研究 你是说建筑基础下沉 和沿层渗水的修正 是那个项目吗 是啊 他当时住在哪里 这个我不太清楚 他应该很快离开了美国 因为那年秋天你出生了呀 那后来呢 后来 我听说 他们在一场台风里边去世 这些你都不知道吗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那您查清楚 他们去世的具体时间了吗 八六年八月十二日 谢谢 站起来 你干吗呀 爷爷 我问你 你今天工作做完了吗 我都快累死了 我全做完了 真的 天知道 地知道 还有这个人模人样的 赵仲敏太知道 是不是 你跟爷爷说 好 从今天开始 你A组的工作做完以后 到B组去收尾 不是 凭什么呀 我 我的工作我做完了 我现在累了 我要回家 回家 你去不去 我不去 你 你去不去 我都不去 你不去 不是 老爷子 你 你是剥削我劳动力啊你 我剥削你 行 要不明儿在家吃自己的 如果你能在工厂里 再坚持一个月的话 我一定会说服我爷爷 生你做材料组长 去 坐 当然要坐 李老板 李爷爷 那您歇着啊 那我去干活了 老爷子 多喝点水 火气太大了 好吗 拜拜 别着急 知道了 能不着急吗 怎么回事啊 真的被停职了 那还能假啊 那还能假啊 你在机场跟我说的时候 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他们有什么理由听你的职啊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下墙的事情 江磊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他向上级举报 说我限制当事人的自由 还不是因为下墙的事情 这个混蛋 江磊 不就是多聊了一会儿吗 我找他去 小叶 静蓝 静蓝 不会是因为上次我说的 能用我们建设资金的事吧 是我 看错了一个人哪 爷爷 您今天怎么了 为什么大白天就要喝酒啊 这就是我的粮食 爷爷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小超 没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 他怎么了吗 在这个世上 我只有我的孙子 小超 是我唯一的亲人 现在 他居然要把我给抛弃 我怎么活下去 爷爷 爷爷你别喝了 这样会伤害身体的 你刚才说 他要把你抛弃 这叫什么话呀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超的爸妈 是因为我而死的 是因为我而死的 爷爷 你 你说什么 怎么会因您而死呢 不是 你不忍着 没人 你怎么没有 我 你怎么会 我 我 你 suppose 所以我 该死的是我呀 爷爷 什么 让我当技术开发部部长 为什么要将我的职 你捅的娄子啊 现在整个集团都知道了 我这个做董事长的 没有对你做任何惩罚 我怎么对董事会交代 就算如此也不至于叫我的职吧 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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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当作是卧心肠胆 一切从头开始 好吧 小姨子 你还算个男人吗 你别管 江蕾 十几年的女朋友 你能甩了她 多年的好朋友 你的上司你能在背后插一刀 这么做有你什么好处 我还不想要你 林博士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你不也是彭达集团的人吗 江蕾 说得好 你说得没错 我林静岚也不过如此 姐夫 姐夫 要不你现在辞了我 要不我吵了你 这是什么话啊 你是彭达集团手机顾问 别急 别 别 江蕾 我希望你 睡得着 吃得香 记住我这一拳 以后别再犯到我手上 我这一拳 这一拳 各位 我来宣布新的人事安排 从今日开始 夏经理 任我们技术开发部的部长 跟大家同一间办公室办公 赵特助 马上办他埋埋埋一个位置 是 你说什么 你要取消我的个人办公室 还有 叶明珠因为个人因素已经辞职 好了 大家开始工作吧 全部都失败了 我说吹牛导师 现在才刚刚开始 你怎么就可以灰心呢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失败是成功之母 是 是 是 虽然呢 我很看重 你调整后的方案 可是实际操作却屡屡失败 不能不让我怀疑 你调整方案的整体性 你说我怎么 怎么就 迷了眼呢 我 我可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么多次 怎么了 受打击了 有挫败感了 是怕有损你博士的大名 虚荣心 也是 明珠 你做这些东西确实费了不少心血 这一点呢是值得肯定的 可是 还是局部破坏了整体 局部破坏了整体 没错 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你怎么不早说呢 刚才我还想说 我差点是被你这朵桃花迷住了双眼 才导致我没有分析清楚 显示误了大事 说了什么呢 谁是桃花 怎么迷了眼了 不是 我只是大个 不是吧 别别 开玩笑 开玩笑 谁桃花 你出去一些东西 我 我桃花 我桃花 我桃花可以了吧 算了 饶了你这回吧 要不然 我们出去玩吧 什么 我这段时间都快难受死了 哪儿不舒服 脑袋里每天都是线路图 都快要爆炸了 我们去野餐怎么样 真的去玩 好好好 今天来不及了 这样 明天我带你出海 不行 咱们还是去公园野餐吧 公园野餐也行啊 你可不许反悔啊 来来来 拉狗狗 在公园野餐 那你想吃点什么 只要不是食斑鱼都好 那我就准备鲸鱼豆腐汤 太太 您的块钱 谢谢啊 下雨景啊 继续 来 上雨景啊 下雨景啊 妈 你在干吗 啊 没什么 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回来拿点东西 您手上拿的那个是 对了 你晚看在家吃吗 不了 我约了人谈事 一会儿就走 妈 您最近的气色看起来不太好 要不要我让孙婶帮您抓点补药 回来补补啊 不用了 谢谢你啊 那就行 那我先上去了 好 这女孩儿 是不是明珠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儿 这是叶明珠的简历 你看看她的学习 看看 是 好 好 好 ABC 浩铭 我真的对不起你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我做了 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会向你赎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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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天上 一定要好好的生活 听见了没有 太太 太 是你吗 真的是你啊 怎么这么巧 您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我过来散散步 顺便吹吹海风 真的有缘分 那 咱们坐下聊吧 您 为什么这么伤感啊 我在这里 丢掉了孩子 就掉到了这个海里 我 我很意外 是你吸引了我 我原以为那个孩子 就是你了 我没想到 我误会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妈的 怎么会不认得自己的孩子呢 您别太难过了 您还有一个女儿啊 还有孟杰不是吗 是啊 我很感激她 我没有她 我活不到今天 可是我心里呢 我 一直惦念着 婷婷 就算现在婷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活得非常健康 也非常开朗 或许她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 她心里也在想念着她的亲生母亲 也在默默地爱着她 所以您别难过了好吗 是啊 她会的 我真的很想念她 我真的很想念她 婷婷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她希望她的妈妈开心快乐健康 所以您要多保重 一定要注意身体 我会的 你也要保重自己 好好地生活 我会的 妈妈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已经很晚了 您快回去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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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那些事情还没解决吗 刘律师 你自己的事情已经洗清了吗 那不是我的事 你的 江磊把我踢出局 也同样是把你踢出去 笑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一直想走我的人是你吗 江磊其实是在维护我 维护你 是为了提升她自己 从而打败你 你现在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职员 而江磊却是实至名归的精灵 我承认她的确心怀婆子 历史啊都是前车之鉴 听说过九字夺迪吧 你以为我会死惦记着我爸那份遗产吗 彭达集团是私营企业 你的背景是你爸爸 你的继承权也是你爸爸的遗产 但以我看来你最近几年 不可能成为总裁 能力 你爸爸质疑你的能力 可有人却一直在寻找着机会 他可是你的对手啊 姜蕾 他搬得倒你 可不一定搬得倒我 好了 好好想想吧 有什么情况再和我联系你 好 看挺丰富吧 太丰富了 太太 以后啊大家就一起吃饭吧 不是 太太吓到我 以后真的能这样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我答应会来的 好好好 你看啊 小蕾工作有忙 你一个男人啊做饭也不容易 就上我这儿来吃吧 太太 夏董 以后真的要这样 我真是举双手赞成 我们家小蕾也会很开心的 是不是 小蕾 谢谢伯母的好意 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不用这么客气 你不是说想一起吃饭的吗 小蕾啊 你看 你帮了小强很多的忙 我还想谢谢你呢 跟大家一起吃个饭 也是应该的 小蕾啊 太太和夏董都决定了 你再拒绝可就不礼貌了 那以后日子还长的呢 有空就过来吃个饭 反正你多几双筷子 大家热闹热闹嘛 对对对 夏董 太太说得太贼了 太好了 请慢用 好 吃饭吧 吃饭 吃饭 终于来了啊 最近心情调整怎么样 我姐 让我把这些东西都还给你 她发箭了 你傻呀 这些东西怎么能放在家里呢 你姐肯定是看到以后 嫉妒你才这样说的 不说八道 反正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走了 等一下 这个组已代表我的真心实意了吧 这东西真的假的呀 你觉得我夏强是像送假东西给人的人吗 好 干嘛老买这么贵的东西试探我的心啊 不是试探 是我的真心实意 好 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时间里面 我都是挺开心挺快乐的 但是没有你的日子 我的天空就是你这阴霾 你们这些有钱人 是不是觉得自己要不得忧郁症就不够高大上啊 好 我夜惊珠觉得 只要有钱天天都快乐 算了 反正跟你说也说不懂 不过跟我在一起以后 你会慢慢明白的 还有 时刻做好 到未来董事长夫人的准备 董事长夫人 干杯 很去年 嘗嘗看 手劲见长 到时候再拍点水果 配点饮料应该差不多了 超哥 哈喽 叫我干什么呀 打扰我睡觉 我给你做了寿司 你尝一下 这不太好啊 公园里这么多人 不行 你就尝一下嘛 乖 那我看你今天这么可爱 我就尝一个吧 怎么样 好吃吗 味道还不错 嗯 那我也想你一下吧 嗯 嗯 做你的梦去吧 啊 不是 哎 真是没用 做个白日梦也被人欺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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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我给你准备了红茶 我能进去跟你说火话吗 好 快进来吧 餐后要配红茶 这样子呢才有助于健康 今天你辛苦了 赶紧坐吧 嗯 今天真是幸福啊 能够享受我们明珠做的大餐 晚餐很美味 还有红茶可以享受 多好啊 之前不是一直说要给叔叔做的吗 嗯 可是都没有时间 但是叔叔你放心 以后只要我一有空 我天天给你做 听到你这句话 我就很满足了 看来这停职也是一件好事啊 哈哈 啊 叔叔 嗯 那个还在吗 什么 我小时候不过的那封信 就是明大哥写给他女儿的那封信 你 我一直都保存着呢 那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是觉得 小时候才读了一半 还没有看完 最近 就特别想看 好 我拿给你 我亲爱的婷婷 你的出生对爸爸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在你咕咕落地的时候 爸妈都流下了心慰的眼泪 因为我们家终于有了新的成员 你的哭声是那么的明亮 听起来是那么的爽朗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温馨 你的笑容是那么的灿烂 就如七月的太阳花一样 着气蓬勃 心心相容 美丽动人的婷婷 爸爸会加倍地努力 让你过上像公主一般的生活 不管将来我的婷婷 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请记起爸爸写给你的这封信 这封信 寄托着我对你的希望 我相信 幸福与快乐会永远与你相随 我爱你 婷婷 你怎么又空了 快快快 擦擦眼泪 打着啊 好了 不小心了 是不是又想起你父亲了 没有 别伤心了 我只是觉得 叔叔的哥哥写的这封信太感人了 叔叔 那他是怎么过世的 我还不说什么 大胜 妈 我现在这样做对吗 如果是你 你也会这么做吗 明明知道是自己的亲生妈妈和亲叔叔 却不能相认 还要这么继续地生活下去吗 阿姨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忙吗 你怎么来了 今天可是周末 还这么多工作 我可是我爸的女儿 所以工作起来 可是非常认真的 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想去踏青一起玩 跟我妈 不过我看你好像挺忙的 还是算了吧 再见 等等 你真的要去踏青吗 不然呢 你怎么才来啊 今天我邀请了一位贵宾 也挺好的 腾哥 爷爷你等一下 我 超哥 你等一下 你干嘛呀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把这个老头给带来了 什么老头啊 他是你的爷爷 我理解你的心思 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好吗 你理解什么呀你理解 爷爷已经把你和你父母的事情 跟我说了 多嘴 你之前是怎么劝我的 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是你告诉我家人永远是家人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回到他们身边去 可是你现在呢 爷爷也是你的家人 你为什么要对他这样 我的情况跟你的情况 它不太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了 爷爷他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 他把你养那么大有多么不容易 你现在对他这样 他该有多伤心啊 去跟爷爷好好聊一下 好吗 跟他没什么好聊的 他倒是活得好 把我这家人全都给逼死 超哥 爷爷 爷爷 爷爷爷 这么丰盛的东西 一个人吃也太浪费了吧 有些人真的是不孝子孙啊 那些流过的泪 痛过的心 像一道柳梢花香深渊 我淹没在这夜里 沉入爱底 缘分它输给了命运 渐渐渐渐去 来不及说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说再回 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擦去泪水 来不及说声想念你 来不及说一句珍重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拥抱你 来不及有你在怀中 来不及说一句祝福 来不及拥抱你 说再回 来不及拥抱你 说再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